我自己也确实一直在身体力行地 与白右兽这种身材进行抗争 也能看出来我抗争得挺有效果 真的男人 让女生面对危险 不像话 就算他已经抓到了蟑螂 你给我放下 我抓 好像越美的东西 对这个世界来讲就越残忍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突然意识到 我可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呀 人在外边混 身份是自己给的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 只要自己能够做到自信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 你就已经赢了 首先跟大家公布一个好消息 从今天开始 我们今晚开放麦的主理人 从岳云鹏变成我本人了 好 是不是节目品质一下就上来了 要我说啊 你别说东方卫视 确实是一个比较良心的单位 因为用代班这个说辞的话 岳哥在情绪上好接受多了 走的时候还跟我说呢 啊 雪奇 你好好干啊 等我回来 岳哥 放心吧 我干挺好 你不用回来了 当然啊 让岳哥丢了工作 我呢 作为一个善良的人 我其实心里也挺过意不去的 所以说我们今天专门 为岳哥准备了这么一期节目 希望能够帮助岳哥 重新燃起生活的希望 我们本期的主题就是 如何求职 求职吧 首先咱得写简历 对不对 写简历 你一定要突出 自己最厉害的经历 你好比说 曼姐曾经多次获得最佳女主 凯宁获得过最佳女配 文哥 念过很多商务 醒哥 有0713的联系方式 不值一提 可以没有 可以没有 除了包装好自己呢 其实大家挑准公司 也是很重要的 不然你干着干着 不想干了吧 想走很麻烦 而且保不齐还得赔钱 是吧 醒哥 谁还没赔我点钱吗 真的 所以说呢 你面试的时候 见到那个HR啊 你一定要会问问题 你比如说 你问公司附近 有好吃的外卖吗 有 说明不管饭 晚上加班 有没有宵夜 有 说明总得加班 公司现金流充足吗 充足 那说明有人 可能刚解约 赔公司两百多万 求职啊 固然很重要 但是呢 你进入职场之后 其实才是麻烦 真正的开始 我呢 认识一些大厂的朋友 他们跟我说 这个大厂内部 有些人吧 他也不干活 他成天就是拉帮结派 阿谀奉承 我说你这是啥大厂啊 东厂啊 他们说你可不知道啊 有人的地方就有宫斗 我说你说的这个人 是特指蛇识曼吗 最近啊 是个我们曼姐的戏 非常火 大家都看了吧 新闻女王 号称是披着职场外壳的宫斗剧 我说实话 我当时追这个剧的时候 我就觉得曼姐能赢 谁能斗过他呀 人家啊 金之玉孽 工信计 都这些年了 你的简历 最多就是工作经验 人家的简历 都是工斗经验 而且强度都不一样啊 你输了 项目被砍 人家输了 脑袋被砍 你输了 部门没了 人家输了 满门没了 就成为新闻女王 这个事最慢点来说 太简单了 今天啊 这个我们还来了 一位好朋友 海宁 高海宁 也是凭借这个新闻女王 获得了这个最佳女配角 而且最近有一些热搜 就说高海宁这个身材 特别好 理想身材 对吧 说这个阳光健康的身材 才是理想身材 不是那种白右兽的 那种审美 我也非常地赞同这种观点 我自己也确实一直在身体力行地 与白右兽这种身材进行抗争 我支持你 也能看出来 我抗争得挺有效果 是吧 是吧 今天咱们讲求职 我觉得现场最会求职的 其实是我醒哥 对啊 那我醒哥到处上节目 跟人要工作呀 当着镜头面就说 我想去这个跨年那个晚会 多掉价 东方卫视的领导们啊 我承接各种晚会节目电视剧 苏醒能干的我都能干 太赤裸了啊 太赤裸了 我不仅价格实惠 而且活动力都大 现在下单我2024 我赠送你个2025 如果不够 我还可以打包一个文哥 我也是 我文哥啊 这是我的好朋友 亲朋友 文哥也属于职场里的一种代表 就是不断地跨行业 老跨界 这些年呢 文哥跨界跨特别勤 音乐 脱口秀 情景喜剧 综艺 样样都干 确实是每个行业都需要他 音乐行业说 脱口秀行业需要你 你去那儿吧 人家脱口秀说 情景喜剧需要你 你去那儿吧 情景喜剧说 综艺需要你 文哥你快去那儿吧 就我文哥啊 到任何一个行业 全都是靠另一个行业的内推 快点往那边推 推这儿来了吗 推这儿来了 刚我推到一起去了 我也不打地 最后呢 我想说啊 其实工作不是生活的全部 这工作不行 咱就换一个赛道 也祝各位观众 给我乐哥 都能找到自己心仪的工作 我今天准备的就是一首 关于男子膝盖的歌 很慌啊 我感觉我们男生 好像时刻都在被 男子膝盖绑架着 没有办法 因为我们从小 接受的就是这种教育 我五岁生儿那一天 我爸就指着我 王勉 你是个男人 男人 从来不过生日 所以我们男生啊 经常会有很多 非常非常傻的行为 单纯只为了一个目的 就是证明我是个男人 请欣赏一首男人的歌曲 I'm a man No cry No birthday 你给我放下 女人 放下你的二维码 不要跟我说什么 哎哎 这顿饭我全款拿下 你给我放下 honey 你给我说明书干嘛 这个柜子装完就是晃的 你说的没错 我太会装了 I'm a man 你给我放下 妹妹 我用不着平起子 你难道不知道 男人为啥 长了两胎牙 再来厉害 你给我放下 你的电话 根本用不着上网查 还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 癌症 我还不会治吗 I'm a man 你给我放下 我说了半天了 你听不懂吗 你听不懂吗 你把我放下 我说够着了吗 不用你帮忙 我本来也没想拿它 就算我真的想拿 自己也有办法 瑶瑶也掉起来了 龟子是荒唐 I'm a man 你给我放下 这都过了多少年了 放下你的前任吧 包眠 你给我放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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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a man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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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a man 真的男人 让女生面对危险 不像话 就算他已经抓到了 蟑螂 你给我放下 我说 整个男人 翘起兰花指 不像话 就算你是张学友 你给我放下 放下 放下 太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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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自己一个人想画 什么时候才能把 男子乞丐你给我放下 放下放下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广志 谢谢 我也有今天 应该有一些观众认识我 因为去年我也参加了这个节目 就去年我在节目里面讲了很多 关于我自己特别贫穷的段子 对 其实关于我自己贫穷的段子 还没有讲完就被淘汰了 就现在回想起来就特别的遗憾 因为我已经挣到钱了 但是我的消费习惯还是没有变 我前一段时间去一个度假去演出 当时在那边玩得特别的开心 就是我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玩得那么开心过 因为不用花钱 然后我走的时候 还把他们给我的那个消费卡找了一个超市 把里面的钱刷干净又走的 结账的时候还被店员给认出来了 他说你是不是那个讲脱口秀的呀 当时盯着那个余额我就特别的尴尬 我说对对对 是是是 我叫杨孟恩 我让他脸太暖了 所以在那边演出 观众的反应让我觉得 好像大家平时工作压力都特别的大 因为我们发现 就是每到周末的时候 他就会比平时周中的时候好演 尤其是那个周五场 周五的观众那个氛围 你们可能是没有见过 就是每到周五的时候 观众那个氛围 你就感觉是 都不用我们演员讲 他们自己就会笑 就周五的观众 他们坐在台下的感受是这样的 就感觉是 诶 他们这个演出虽然很垮 但是我明天就不用上班了呀 发自内心的愉快呢 然后其次好演的就是那个周日唱 周日的观众也特别的好演 他们的感受是这样的 就感觉是 如果再不笑的话 就来不及了 就我觉得周一的观众 难演这个事情 他也不能来观众 可能就因为周一嘛 大家确实第一天上班 比较疲惫 就生活还看不到什么希望那种人 就周一的观众 他来了之后 他永远不笑 他永远就是搭了个脸看着你 你知道吧 你这么看着去 永远就搭了个脸就是看着你 有时候你就感觉 周一的观众他来 他不是来看演出的 他来他就是报复社会来了 我今天我就让这帮透口演员知道知道 什么叫做生活 没有必要 我印象最深的一次演出是这样 就有一次我们演出结束之后 有一个从北京来的大姐 她看完我们的演出之后 在剧场门口就娃娃地哭 周围的人就劝她 问她为什么 她说她明明上一秒 还在笑得那么开心 她一想到 明天就要回北京上班了 然后整个人就崩溃了 就娃娃地哭 就第二天我听到这个事的时候 我还挺心酸的 我当时就觉得 我们好残忍呀 给了她那么多的快乐 好像越美的东西 对这个世界来讲就越残忍 当我想到这里的时候 我就突然意识到 我可真是一朵带刺的玫瑰呀 我的天哪 人也是一样 越美的人 对这个世界来讲就越残忍 真的我现在每次走在大街上 我只要但凡看到一个特别美的美女 我的第一反应都会是 就是她这一生 她得拒绝多少像我这样的人 就她得拒绝多少追求她的男人 给别人造成多少的伤害 我现在觉得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还是我们这些丑直男 因为我们这些丑直男 伤害这个世界的方式 顶多就只能是发自拍 恶心你们 或者是去追一个我们配不上的女生 让对方怀疑自己 好 连她也能追我吗 我现在觉得舔狗就是这个世界上的光 你们有人当过舔狗吗 都不承认是吧 我我一个朋友 但是很多年少 我最近发现她就会加很多女生的微信 然后几乎每个女生的朋友下面 都会有她的点赞跟评论 当然你们也不要问我是怎么发现的 然后有人就问我 我这种行为算不算是海王呀 我说海王 他是那种长得帅的 到处撩人才叫海王 你这种到处舔人的呀 他只能叫海狗 从他身上我就发现了一种快乐当舔狗的方法 就当你被一个喜欢的人拒绝的时候 你心里肯定会特别的难受嘛 但是当你被很多人拒绝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他的痛苦就对冲了 就是你不会觉得难受 你只会觉得拒绝我的人多了 你又算是个什么东西 你顶多只是不搭理我 人家都让我滚 相比之下 还是你对我好 前排男生开始鼓掌 非常很有共鸣 渣男的恋爱观就是各取所需 舔狗的恋爱观就是天道抽琴 但我建议大家不要当天狗 也不要当张男 像我一样 做一朵带刺的玫瑰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